雪山工作的四年时间里交警谭东 先后救助司机游客以及村民六千多人 如今谭东去了 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听说谭东去世了 从来都没有去过县城的带领 专门跑了一趟 那一天他把眼泪全流给了 那位原本不是大哥的大哥 带领告诉记者 四年前他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警官 警官说听村里人讲 他生活艰难顺道过来看看 就从我们家来看我们房子 当时我们房子很破烂 所以我最喜欢天气 下雨我们也睡不好家 也煮不好饭吃 带领告诉那位警官 警官自己身体有病 还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没有能力盖新房 警官说 妹子你放心我帮你 后来警官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县城 帮他申请了补助 申请了宅基地 还借给他三千块钱 帮着他搬砖活泥盖起了新房 搬家的时候 他把这位热心警官 谭东认作了大哥 带领说当初谭东借给他钱是毫不犹豫 他还以为这位大哥家境富裕 后来他才知道 谭东家在农村 兄弟五个 就谭东有工作 父亲长期患病 母亲半身瘫痪 妻子下岗 了解到这一切 带领想尽快把剩下的五百元钱还给谭东 但钱还没凑好 人却没了 带领怀念的是他的大哥 而在三百公里外的大山里 孤华老人五婆婆怀念的却是他不是孙儿的孙儿 谭东去世后 五婆婆就再也没有让人动过这个杯子 杯子是以前谭东来时 老人给他喝水用的 细心的邻居发现 老人经常看着杯子掉眼泪 老家人也哭 我们看到他哭 我们也哭 院子里堆放的柴火 是谭东挑来为老人准备过冬用的 屋檐下的两个水桶 是谭东为老人挑水用的 如今东西还在 人却不在了 这杯不让人动的水 是老人在等待着一个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孙儿 他是坏着一种深深的感情 把老百姓当做父母 兄妹 当做儿女 当做亲人 来做自己的工作的 我家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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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第一句话 他不得了 在家不得了 那眼泪 我家不得了 感谢观看